神秘的林可儿案件发生在美国 但是桃园发生的是一个翻版的案件 少女不知怎么样的坠楼 进了电梯就到了屋顶上去了 可是同样在彰化 有一对母子他们也是进了电梯 但是一进到那神秘的空间里面之后 这对母子就消失了 消失了几年 五年的时间到现在仍然不见踪影 在台湾史上人间蒸发奇案 我自己跑过一个花莲五子命案 还有一个彰化 那几个小孩 红若台案件 但是很多人可能不晓得这个 这个也很玄妙 我跟各位讲 五年前一个37岁的刘姓妇人 她带着她四岁的女儿 这是他们失踪前 人间蒸发前最后在电梯里头拍到的影像 那一天 当时刘姓妇人 她抱着她四岁的女儿进入了彰化一间园林的财经大楼 住伤混合的 然后据当时目击者表示 他们进去之后神情就很花张 然后按了电梯的楼层 进去是按11楼 然后你看她在电梯里头 她脱了自己的外套 为什么丢在地上 女儿的外套 她还脱了鞋 等一下 还脱鞋了 然后电梯坐到11楼 往楼梯间走去 这段影像 我解释完毕 没了 因为没有别的影像 没别的影像 那人呢 人到哪去了 既然到了屋顶上面 那一定会在屋顶上面 警察也在问 警察还问了五年 人呢 人到哪去了 他们当时接获报案 说他们失踪了 就把这一段画面调出来 警察张二金刚摸不着头绪 因为画面只拍到刘姓妇人跟他的小孩 进到电梯 然后出了电梯 然后他们就不见了 那第一个观众会问 很简单 继续看监视器画面 看他们什么时候离开这栋财经大楼 对不对 你想到的 警察也想到了 怎么看都没有这段画面 好 那么我们再来继续 我们照柯南的推理方式 那这对母女就一定还在这栋财经大楼里头了 11楼的楼梯间 往上走就是顶楼 就是12楼 你看警察是不是在12楼顶楼 开始看 有没有先看到他从围墙往下望 没错 他很可能怀疑 这对母子 母女会不会从顶楼 那如果真的下去的话 那这个其实 楼下也看得到 所以这个根本不用多做 楼下可以找得到人啊 不可能嘛 所以警察当时在看围墙的时候 他有告诉我 他们是在看说他们有没有攀爬的痕迹 去推断当时有没有轻身的可能 那再来 那就是在12楼这个异度空间里头不见了 那不见是去哪了呢 我们这样子假设 假设说这对母女在12楼的顶楼有遭遇到不测 我不管这个不测是自己造成还是别人造成 还是那句话嘛 你生要见人死要见事你就没有嘛 那就是躲起来咯 好 你刚刚有没有看到影片里头警察 楼梯间 水塔 管线间 工具室 全部都查 我告诉你连电梯都查 结果呢 没有 没有 没有就是没有 还是没有啊 好 我知道聪明的观众朋友又推到另外一点了 有没有可能从这栋大楼的顶楼攀爬到另外一栋大楼去 我说警察是不是在看围墙 警察看围墙不是在看他往下跳了 因为那个不可能嘛 往下跳你就去一楼找就好了 警察看围墙就在看他有没有攀爬 好 这个是管线间 楼梯间 水塔间 这都排除了 因为就没有嘛 他们现在看那个 就是在看有没有攀爬到 结果警察当时推断 连他们警察都不会爬 都爬不了 因为旁边并没有连接的大楼 好 我现在要问你刚刚一件事 他为什么要脱外套 他为什么要脱女儿的外套 他为什么要脱鞋 对 当时警察是怀疑说他想亲生 所以他在把身上的一些雷醉物给弄走 可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没找到遗体 再来你知道这栋大楼 根据当时他们母女的亲友讲 没跟亲友好友联络 五年来没有 不是人间在发誓什么 对 第二个当地的邻居 就是我讲的这栋原林财经大楼 当地的邻居讲说 也没有募集过这对母女在那边出现过 我最后再讲一个这栋大楼本身 你晓得吗 当地的人说这栋大楼很邪门 怎么说 说很多房东房子都租不出去 不管是你公寓还是店面都租不出去 好不容易租出去 生意做不好 怎么做做不好 那一定都会搬走的 然后有时候在那附近 在那边经过的时候 就觉得他阴阴生生的 所以这栋大楼也有人会声会影这样讲 不过回到这个新闻的本质 这对母女到底去了哪呢 这对母女消失了 五年的时间找都找不到 但林可尔找到了 在哪里呢 赛希尔酒店的水塔里面 美国警方最后的说法是 林可尔自行到了水塔里面 而溺壁 但是什么想法大家都想不透 为什么身上一件衣服都没穿 人就跑到水塔里 而溺壁在这水塔里面呢 不过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这个赛希尔酒店里面的高层 这里面的高层据传说是撒旦教 也就是光明会的信徒 那这是否代表着说 这件案件当中还有别的内幕存在呢 今年六月的时候 美国警方他用意外溺壁把他结案 可是之前其实有在怀疑很多人 后来居然是意外结案 而且他到底是怎么样爬到水塔呢 警方的结案报告是说 因为林可尔他有忧郁症 可能忧郁症震发之后 自己跑到那边掉下去的 可是最近大家都不相信 但是这个理由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 没有错 不只我们不相信 而且美国非常多的媒体 很多的网友他们也都不相信 甚至最近美国媒体就传出说 可能跟就是警方办不下去 甚至跟这个旅馆是不是跟光明会有关系 怎么说 因为撒旦教这个组织 其实在中古世纪就有了 撒旦其实是耶稣的对立面 在中古世纪开始 就有一批人 他们是以这个道武盲心为标志 而且撒旦的图腾是一个养头人身 他们有非常多的教徒 是从欧洲北美有很多 而且他们有非常多的一些巫术 而且他们经常要进行所谓的黑弥撒 什么叫黑弥撒 他们就是这些信徒在信奉这些巫术 信奉这些黑弥撒的时候 他们要做什么 他们要做活人献祭 等一下 活人献祭 你意思说撒旦教要做活人献祭 那宁可会不会变成那祭品了呢 因为一般他们撒旦教 有些是用狗 猫 动物 可是最可怕的是活人献祭 而且他们这些活人献祭 通常都还有一些特点 怎么说 因为撒旦教他们 后来大家有做一些归纳 他大概有五个比较特点的地方 怎么说 第一个 他在美国的洛杉矶 是目前撒旦教在全世界 就算是运作最蓬勃的地方 所以也就是说撒旦教大本营 应该是在洛杉矶了 对 再来 而且撒旦教他们习惯在 一个旅馆的旅馆里面 会进行就是长期居住 刚好赛希尔酒店 又是适合长期居住的地方 里面有很多住户 都是长期住户客 没有错 而且他们会在那些 住的旅馆里面 会从事一些毒品交易 或性交易的活动 另外他们这些撒旦教徒在 世界各地很多他们都会有串铃 而且他们在做这样子的 这种活人献祭 或者是他们要去锁定一些 特定的游客 然后把他受杀害 所以一开始很多人 就有可能会被他盯住了 所以我们在看说 林可儿他就有事情就有说 警方就说林可儿好像 一开始就是被盯上的感觉 另外他们有些年轻的教徒 在做这种就是黑弥撒的仪式当中 他们喜欢什么 喜欢吸食毒品 而且会放非常大声的 重金属摇滚音乐 让他们整个陷入一种疯狂 癫狂的状态 在那个癫狂的状态底下 人会跟禽兽一样 就是什么事情都会做得出来 而且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他们在进行活人献祭的时候 这个牺牲者通常他都是被竖着的 他可能是竖着或是倒着 等一下林可儿在水塔里面 就是立在那边的 没有错 他不是倒平躺的 他居然是立在水塔里面 非常诡异的是林可儿 他后来被警察发现的时候 他是竖着倒叉在水塔里面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种姿势 所以人家说 是不是真的他跟这个活人献祭有关 他最后一个是沙滩教的人 通常他们都还会想办法渗透到警方 或旅馆的高层 或是社会的一些高层分子里面 那可是你觉得说 我们这五个特点里面 但是你这五个特点里面四个点 你看我们刚刚分析结果 都是符合的 对 可是这第五个 人家说 那这样子到底跟林可儿有什么关系呢 好 那我们来揭秘 这个是赛席的酒店的大厅 跟他的门口 各位你仔细看 富丽堂皇 富丽堂皇非常漂亮 而且他的位置非常好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 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八角星 你说 等一下 大厅内部跟大门口 都有一个八角星的形状 那是他的一个图腾吗 是 大家会说 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一个标志 可是你仔细看 这个八角星 好像跟刚刚 撒旦教的道五芒星 好像没什么关系 对不对 对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个八角星 恰恰就是 撒旦教里面分支 光明会的标章 什么 是光明会的标章 对 你是说赛席尔酒店的 这两个图腾的符号 居然是光明会的标章 对 他这两个符号 跟光明会的标章 是相符合的 而光明会是撒旦教里面 最极端的一个组织 而且 光明会里面的会众 大部分都是一些 社会的中高阶层人士 他可能都是 隐身在上流社会里面 那就是说 是不是赛席尔酒店 他的高层 跟光明会 有着某些的联系 所以也就是 赛席尔酒店里的高层 他们等于就跟光明会 画上等号了 是 所以有个高文 这样说法的时候 就会说 林可儿住进这个赛席尔酒店 就好像是洋入虎口一样 一去不回 林可儿进到了赛席尔酒店 看到赛席尔酒店门口的符号 跟光明会 是否可画上等号呢 但是 说到美国的邪教 美国有一个邪教 居然让900人轻声 什么原因呢 休息一下 来告诉你